大业大学18日 执行104学年度毕业典礼 欢迎送2423位毕业生 步出校门 现场为民谷以校友的身份 前往祝福 其免即将踏入社会的毕业生 能够保有学习的热忱与自信 面对不同阶段的人生 让我们的学校 任何的一些教学的设备 以及软力底的更新 都能够获得政府的肯定跟支持 那我们同学啊 在这个环保节能车的一个竞赛 我们还是全国记录的保持人 那我们今年又拿到了三冠网 所以身为一个大跃人 觉得很光荣 很骄傲 我希望是每一个同学将来 二三十年以后 回到我们学校 每一个同学都是 杰出的校友 好不好 其实毕业也只是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 那我们回顾一下 就在这几年以来 其实同学们很多杰出的表现 那首先我要把最新的 目前我们设计学院工业设计学系 大士同学有总共有七位 刚好在德国目前正在领德国IF的大奖 那系主任也带着他们一起去 典礼中 秀兴牙医诊所院长杨耀聪 一例电子副董事长陈锡瑶 玉达教育集团创办人 江达龙 致政巡回巴士校友号给母校 提供学弟妹更便捷的交通服务 同时期许毕业生们秉持大业 肯学肯做肯付出肯负责的四肯精神 为自己开创更好的未来 公益频道张华云 大春采访报导